哀嚎聲傳遍廣州這個封閉式社區 被壓制在地上的男子 被人舉報從湖北省過來 公安出動了大批人力圍捕 強制隔離 武漢肺炎疫情蔓延到廣東之後 這樣的場景幾乎天天上演 在地的民眾擔心將變成第二個湖北 廣州擔心全城淪陷 二月初已率先在馬力村開建臨時的醫院 如今以抗疫之名 廣州跟深圳可以臨時徵用私人財產 並依法給予補償 廣東省人大11號授權兩地市政府 在必要的時候 可以向單位或個人臨時徵用 房屋 場地 交通工具等相關的設施 並要求企業提供防疫物資 和生活必需品的生產供給 防疫視同作戰 這是大陸改革開放以來 也是2007年物權法實施之後 地方政府首次有緊急的權力徵用私人財產 但其實湖北武漢上週就已經開始 徵用大學作為隔離的病房 寒假的學生留在宿舍的個人物品 也全被當成垃圾丟棄 大陸雖然已經宣布復工 但廣州的街道卻還是空空蕩蕩 開業的店也是門可羅雀 地鐵上要恢復習日前胸貼後背的上下班場景 仍要再等一段時間 記者金楚清 廣州報導